俗话说冬天的萝卜赛人生 萝卜汤这样做给孩子吃营养翻倍 锅里倒入四个顺畅的鸡蛋 小火煎至两面筋 再将它剁成小块备用 拌个萝卜切成丝 锅里放萝卜丝 将丝炒出萝卜的水分 倒入鸡蛋 加开水是汤色浓白的关键 扣盖煮了三分钟 裙带菜温水泡发 它营养丰富含盖量是牛奶的十倍 汤煮好后 放裙带菜 加盐胡椒粉调味 撒上葱花枸杞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萝卜汤味道鲜美 营养功夫